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像面向风水方面的客户 可以进行关注 在手像当中,如果是手指贴合的比较紧 没有什么缝隙的话 那么这种人的运势还是非常不错的 加上手上没有什么遏制疤痕的话 说明这种人,特别是女人来讲 非常有才气,能够得到长辈遗留下来的财产 而且在事业上能够做得非常风生水起 步步高升 我们的手指根部一定要是严丝合缝 那么对于手型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包括手指的肩部 手指指尖一定要呈现尖尖的状态 或者是比较细的状态 但是也不能漏缝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手指线长 手指非常长的人 这种能力非常强 为什么说龙长虎短呢 就是说手指要长 长于手掌的这个长度 这种人呢 手指线长 手指挑打 长得非常的 不露骨不腹筋 这样的非常做事 实大体 不急不糟 不急不糟 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 这种人的交往呢 是能够有成很大的事 而且呢 不用烦 不用这个烦恼 是天生之福相 生来就不用什么 这个吃什么苦 所以说也不会为了钱财所困 经济关系也是跟别人的这个关系也不错 跟家里的这个关系也是非常的好 就是这种人非常有才气 是跟手掌 手掌呈现这种龙长虎短的状态 那么手指呢 如果是月牙小 在手掌当中 手指月牙小的话 说明这种人比其他人身体要健康一些 万事如意做事比较稳妥 财运也是比较不错的 这是一个跟平常别人讲的不一样啊 这个从手下的角度来讲 这个是月牙小的人啊 财运会更好一些 而且那身体健康状态也会好一些 手掌红润啊 你看这个手掌 通红通红的 手掌红润的指的是 整个整体手掌非常的通红 通红啊 百里通红 不是说指一部分呢 那么还有就是手掌厚实 厚实啊 我们古相书就说了 手掌啊 厚余寸 家里黄金多一千两啊 就说的就是手掌厚实有肉 生财有道 做事能干 而且能够守得住财 好了 有关这个手 手掌的一些小知识 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后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过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